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断舍离的视频 那么你们看到的就是我的腮红啦 今天这个视频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实在是每天都熬的很晚 在收拾这些东西 好的 那我们就从拿到什么说什么吧 这几个是这个Belme 这个是个糖果的牌子 然后它的粉质很细 是一个珊瑚色和一个紫色 然后这个紫色说是会显得黄皮 非常的通透吧 但是上上去真的看不太出来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真的是没什么颜色 所以这两个我都不会留着 这两个In is free我也不会留着了 因为这边已经被摔了一个口了 我觉得我应该会把它打包都除掉 Handmake里面我可能会留一到两个吧 就是其实花瓣腮红 哎呦这边还有一个 花瓣腮红我有四个 就是这个用的最多就是这个颜色 因为它非常的元气 我应该会留这个 然后这个是新的 好像买重了 这个就拿来送给你们吧 我应该会留这个颜色吧 因为我觉得它还挺特别的 好 那这个我到时候就输掉 是什么牌子好像是一个英国的牌子 然后这个颜色是NIMF 是一个非常非常粉的颜色 腮红真的巨大 感觉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是一个非常牛奶粉的颜色 当时好像是说这个颜色特别的显嫩吧 这个我应该也不会收 这个倩碧的小花腮红 这个色号是PLUM 这个它非常的好用 但是其实这个色号 我不是很喜欢用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你看 它非常非常的丝滑 但是我平时日常配妆 我不太喜欢用这么粉的一个颜色 所以这个我会把它送给别人 essence这两个我也应该不会留 因为essence在欧洲买得特别便宜 然后不想带过去了 Handmake这一个是一个之前 我去旅行的时候忘带腮红了 然后我觉得它颜色也挺好看 就是一个那种玫瑰色 就是比较偏红一点 没有那么的粉 就是比较搭每天各种各样的眼妆 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搭 但是我也不会留着它了 虽然它就特别可爱 然后这个紫色这个腮红 好像这个是恒火PW38对不对 这个眉紫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跟这个有点重合了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留这个就好了 这个PW38我就不留了 好可惜啊 又有点想留 还先留着吧 HOWPLUS ETHERNAL GLOW 这个五花肉 这个超好看 我当时是想买这个的六个盘 所以我应该会把这个除掉 我到时候去入一个他们家的那个大盘子 这个TOOFACE的这个之前我做腮红合集 还有给你们看过 非常可爱 是一个爆纹的这个 这个中间的花纹 它变成这样 因为我是这样打圈去摸它 就是它其实你看起来是个爆纹 但是摸上去是一个比较咖啡粉的这种颜色 对 它就可以当一个修容和腮红的 我们要把它粗掉 先不想留 然后TOT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嫩非常嫩的这个颜色 这个腮红真的很持久 TOT这个腮红 我应该也会把它粗掉 Addiction这个我会留着 因为我很喜欢液体腮红的感觉 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会让你有一种 透出来的透亮感 就是 我很喜欢它那个质地 对不对 这个是国产的 这个感觉跟它长得好像 这个是一个橘色 珊瑚色 也可以叫玫瑰色 你看刚才跟刚才那个对比 这个明显就没有那么的水润 然后拍开来的显色度也没有那么的高 我觉得做的应该也算可以的了 这款干的没有那个addiction快 但是我觉得还行吧 我可能会把这个粗掉 这个Canmake这个腮红我还没有开呢 我觉得很可爱 我应该会把它留着 然后Mac这个烘焙腮红 我觉得一块烘焙腮红 就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再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你看它是属于有一点闪色的 这个我也不想留了 然后这个腮红我倒是会留的 这个是Canmake家的高端 是他们家的吗 叫SweetSweet 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这个很百搭这个颜色 我平时随便涂什么妆的 我觉得这个腮红都很搭 它是一个比较偏橘的 砖色 就是很暖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它非常的百搭 我会留着它 然后这两个我就不试了 这个是爱丽小屋 当时入的江顶人的盘子 然后这个我会留着 这个是Laduri Laduri他们家的一个02号牛奶 牛奶草莓色 就感觉跟这个有点像 不对 这个比较偏橘一点点 就很百搭的一个颜色 我记得我当时还把它摔了一下 好像还摔裂了一点 好像是这里被我摔掉了一点 有点心疼 但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 我一定会把它留着的 奥优是一个液体腮红 这个是Elegance他们家的 这个颜色跟Addiction 那个就有点像 然后好 这就是没颜色嘛 没颜色 好吧 我可能考虑把它除掉 好 这个是谢夫春家的腮红液 我觉得可能显色度还高一点 你看一下 都感觉腮红液都是差不多这个颜色 是不是 是的确显色度高一点 比这个显色度高一点 对 然后闻起来也很好闻 我会留这个 爱杜莎这个腮红 它非常的小 然后它做得非常漂亮 是一个玫瑰花的样子 然后很可爱 下面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都应该是没怎么用 它这个小海绵 我都是用刷子刷的 这个我不留了吧 这个虽然它真的很小 但是我也没看过 谁用完腮红过 而且这个颜色也非常的百搭 就是我非常喜欢用的 Canmake的这个颜色 就是粉橘粉橘的 然后这个是美宝莲 当时送给我的一块橘色的腮红 很淡很淡 然后里面还带那种亮粉 我觉得就可以当一个高光了吧 这个我不会留它了 这个是谢夫春家的胭脂 之前跟你们做过 好像说这个胭脂是当腮红跟唇膏都可以的 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颜色 试给你们看 比较干 我感觉当腮红 比当唇膏要好用吧 这个我应该会送给朋友 然后MK这个是一个限量盘 哦是长这样 这个很可爱 我觉得它是 它是more than 有点像一个那种脸颊连彩盘了 在这 这个橘橘的这个颜色 因为它这两个橘还挺显色的 就很可爱 然后也很通透 这个我也是先除掉吧 确实这个腮红我应该会除掉 这是一个比较偏肉色的颜色 就比较偏肉色 在脸上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显色 就是给你一种轮廓阴影的感觉 然后NARS这个我有个好朋友他要了 这个我还没用过呢 但是真的很无聊 就是他们家这个壳子真的非常的粘 全新的你知道吗 就买来就已经粘成这个狗样了 再也不买他们家的东西了 这个是MUJI的腮红 我还蛮喜欢MUJI他们家的彩状 因为就是很简洁嘛 然后颜色也是你们之前看到的最多的这种 玫瑰色很温柔的一个颜色 它上色也不是很高 我要日系的嘛都差不多 这个我可能会不留了 Catris这个也是 Catris这个刚才那个也差不多 就是有一个Shimmer一个亮闪的感觉 那边也比较好买嘛 这个我就不留了 然后MILANI这个我还没有开呢 这个我可能会拿去送人吧 可能送我妹还是谁 这个是一个烘焙腮红 这个烘焙腮红05号好像还挺火的 我就不打开了 啊 这还有一个没有开的Zen 这个腮红呢 我应该会拿来用 我来了 打开了 是一个橘色耶 然后它也有点这种磨砂的 我很怕它变成NAS那种 嗚 是一个腮红慕斯 好像是有偏光的耶 我来看一下 哇 是一个很金的橘色耶 感觉比较适合黄皮 然后有一点点偏光的那种感觉 好酷 感情试一试 这个我要 然后这个3CE的腮红霜 它算是多功能霜吧 但是这个颜色真的很粉很粉 你可以涂在嘴上 也可以涂在手上 也可以涂在眼睛上 它出来就是一个很雾面的感觉 就是瞬间变得很雾面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眼影来用 但是我也不会再咬它了 好了 啊 好了 那这又是今天我的腮红门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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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